主料,五花肉,二半五十克,主料,盐,菠萝100克,番茄酱五十克,淀粉两大勺,糖,料酒,花椒面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五花肉先换,加盐,料酒,花椒面腌制入味,土豆淀粉泡半个小时,放肉抓匀,入锅中炸成形,带油让身高再复炸一遍,把番茄酱加少许糖,水熬开, 放入肉,菠萝,炒匀,坏甜可口的菠萝肉,烹饪技巧,一定要用土豆淀粉刮浆,而且事先泡半个小时,否则不紧速,炸第二遍时,油温要七八成热,倒入后一分钟左右即捞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